再來 今天走到 這有進攻犯規的嫌疑 但看裁判怎麼認定 似乎認為是家康犯規 因為智傑的手架得滿高的 是 不過 愛爾斯 愛爾斯在 跟強森 對 真的是 艾爾斯通常都是衝突點 兩邊現在火氣都還滿大的 來看一下 先看傑哥這個切入之後 但最後後續艾爾斯把傑哥給拉下來 這個動作就比較沒有必要 對 他不知道我們傑哥是國寶嗎 所以 所以裁判現在要看一下 因為後面這個動作有點多餘 對 有可能會被吹一個技術犯規 所以才會有 因為你有這個多餘的動作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衝突點 對 這個的確沒有必要 這個手肘傑哥是抬得比較高 對 不過兩邊都是有一些手部的動作 但在最後面 我認為艾爾斯是確實比較沒有必要 去做這個動作 他讓強森跟艾爾斯又起了一個衝突 哇 這個後面的 應該裁判會認聽這個後面的動作 今天林智傑有打得特別特別的出色 真的 似乎是 回到二十幾歲的林智傑 是 那種在籃球場上熱情洋溢 然後揮灑奔放 超有渲染力的那時候的林智傑 傑哥本來就是一個很有感染力的一個選手 所以他整個動作上面 以及他技巧上面 又有這樣的 林智傑的氣質 我覺得讓整個以身的作則去帶領這個球隊 來 謝謝 李佳康被吹了第四次的個人犯規 是一個 一般犯規 Come on file 然後現在 林航員這邊喊出了暫停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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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